你好 你真聰明 不過今天講這些都跟媽媽有關係 為什麼呢? 是 因為 我們首先講一下節目名 我們如次我問 如次我問 如次我問說很多是宗教上的東西 奇異的東西 是 騎乱的東西 騎乱的東西 在世界上有很多很難解釋 或者都未能夠找到原因的東西 是 最奇怪的是 為了應題 我特意給大家看一個素顏 不是 好 所以 我特意給素顏人看 你當然是可以 你這麼英俊 我平時是要化妝 不用的 上鏡 但今天給大家看一個素顏 你們猜一下話題是說什麼 嗯 嗯 嗯 我講了很久了 想講這個 其實呢 很多集都講不完 嗯 講鬼 鬼啊 所以我沒有化妝了 嗯 那接下來呢 所以呢 就跟大家呢 講講鬼的文化 好 那 鬼呢 今天可能 一個小時呢 我們集中呢 嗯 講中國的鬼 是 還有印度 是 或者印度佛教傳來中國之後呢 壯傳佛教的死後 嗯 嗯 那個不夠講的 一集 一集不行 下次又再補下去 應該只講個罪言也有陪說 罪言 是啊 那先講中國的說法 因為呢 很多人說鬼主呢 就以為 全世界都一樣的 嗯 當然不是 不是普世的 當然不是 中國文化 西洋文化 鬼是普世的 但是 它裏面的差別呢 就因文化而異 沒錯 姓相近 就是習相遠 是 但是呢 始終呢 這件事在 現在 或者過往的人 心目中 一定存在的 嗯 那麼中國人最早呢 他的鬼 很簡單而已 他就說 人死若鬼 嗯 人死了就是 另一個旅途 就叫鬼 又叫鬼也 鬼就是 回去 回歸 回歸 是的 那麼 究竟呢 很多人說 是不是 人是 太空 外太空 來的 生物來的 不知道的 來自那星的 是的 沒錯 有很多文化都這樣 幻想 那麼 那麼 龜是否因為 人的肉體不在 那麼 某個樣東西 譬如叫靈魂 有些人不是叫靈魂的 有些人叫三魂七魄的話 嗯 是不是 那些東西就是 回到 原來的地方呢 是 是不是他得到一個 原來的地方又在哪裡呢 原來的地方又在哪裡呢 我們沒有人知道 嗯 那麼 但是中國人呢 就 用了這個觀念 人死了鬼 人死了就是 龜也 就是回去了 嗯 那麼 中國人的鬼呢 分開了很多種不同的想法 是 譬如說 民間的 我們 宗教或者民間的 習俗裡面呢 還沒有這個佛教傳來 輪迴的思想 還沒有 他就說呢 人呢 不在這裡之後呢 就下了一個地方 叫 黃泉 嗯 黃泉路上 什麼什麼的 無雙見 黃泉呢 黃泉 是 那時候的一個 很 遺物的幻想來的 嗯 他覺得呢 人死了之後呢 他就要回到 泥土那裏 嗯 那你掘 聖經也是這樣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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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希米萊的 習俗也是這樣說的 一會兒我們說到 可以輕輕地說一下 西藏就說不是 就要在天藏的 是 他未必一定是土葬的 是 他們幾種葬法都有的 土葬 火葬 水葬 天葬 也有 地水火空 對 地水火空 那麼 中國人呢就說 落葉歸根 嗯 一定要在 落葉歸根 即是回到泥土那裏 那麼回到泥土那裏 這個這個 這個必然的過程裡面呢 就會刮泥土 一刮泥土 很容易就找到水源 啊 因為呢 它是很唯物辨證的 就是很樸素的辨證法 那麼 掘到下面 原來有泥土 於是 就說 九泥 九泥 或者叫黃泥土 九泥 一個比較長 一個深一點的意思 很多啊 對 沒錯 那黃泥土 就更加明顯了 是 因為掘到水黃色 哈哈 還有我突然你說的 就想起了 除了中國是這樣想的 他們說地下呢 即是地下世界 即是地下世界 是屬於Hades館的嘛 這個就是 是 它也是有河的 是的 三條河 又是要餐廳 是的 然後呢 那個渡船人 擺渡人呢 他就是 你要給他銀 要一個銀 一個銀 他就幫你撐過彼岸 即是一樣是有一個 即是很像河流那樣的概念 一樣是 死了的世界 不共通的那樣 這個就是希臘神話裏面的講法 那 中國人覺得 下面就是泥水 所以呢 就是去了一個久泥 譬如 另外一個說法,古希伯來人 他人死了,他去過一個地方叫陰間 因為中人用中文譯了,叫陰間 其實陰間是中文,他只有這樣譯,就怎樣譯下去 那個叫Seal,這個地方只是暫時淒身 因為在聖經裡面說,耶穌要再來 要審判 那時候你會知道,劉甸智你作惡多端 你這個胡蘇佬,這間人淫邪道 衰什麼?自己說 衰咸濕,衰貪心,什麼都衰 總之又不信教 還要說三道四,整天說僵屍 還要說鬼 對,道聽途說 那這些人要下地獄 那時候就寫一個所謂Hell,地獄出來 天堂一向有的,他們上高天父在那裡 那不是說你相信,就必定死了之後升天堂 死了之後,就必定下地獄 地獄未設立一個地獄Hell 所以去到一個私奧的地方 一個陰間的地方 後來怎樣演化到有煉獄有依又露呢? 煉獄只有天主教有 即是不信那些人去? 基督教呢,就說沒有的 那他們又根據聖經裡 可能有一句說話 那些教長呢 現在我們亦做教父,Godfather 就是在三世紀之前 有一班讀書人 他是專門在研究基督教 即是Christian裡面很多教義 因為很多教義 日神生活是說不定的 那究竟一神論 為什麼裡頭有耶穌又有天父又有聖靈 那就變成了三神論 終於講一講一講 他講出一個道理 就是叫三位一體 是他想出來的 Holy Trinity這樣去解釋 是想出來的 耶穌聖誕節 聖誕節是否12月25日呢? 不是 因為東正教是1月6日 不同的 但他可能 聖經裡沒有說耶穌是12月25日出生的 現在根據那些天象 是夏天來的 一定不是冬天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即之類 這個就是 設立了所謂煉獄 這個觀念就說 人死後 不是馬上上天堂 不是陰間 就去了一個地方 叫煉獄 在裡面 譬如說 這個彈丁神曲裡面 就說 他裡面就會 受到一些 很痛苦的磨煉 來救贖他以前的罪過 但是這個呢 即是勞改 沒錯 用你的字眼做得最好 但是呢 但是彈丁的說法 跟這個 共產黨的勞改有些不同 有些不同 彈丁說呢 這個煉獄中心 最刺激的地方 就是留給 在大是大非的時候 保持中立的人 嗯 即是簡單說 講諸的去諸 不是講諸 當然還有一些 有些觀念 譬如說 有人問他 如果有些小孩 那他一出生妖節 他從來沒有犯過罪 他只有原罪 即是原罪就怎樣也有了 是 你媽媽和你爸爸 遺傳了原罪給你 好 那些小孩沒有 一出生就沒有經過人 沒有經過人世間 那又如何呢 跟著這樣 有人會拼搏 就說 所以現在的小孩一出生 就要領死咯 哦 一出生領死 如果胎死呢 那又如何呢 嗯 於是乎呢 他就有另外一個地方 也是人為設立的 是 這個叫Limbo 啊 啊 現在我們說 Limbo Rock 就是這個字 Limbo 就是這個字 Limbo 也是不動的意思 是 有些東西不動 在一個這樣的地方 叫Limbo 這個Limbo 除了這些小孩 沒有辦法指犯罪 他不是不想 他根本沒有辦法指犯罪 還沒有辦法指犯罪 還有一些就是聖人言人 嗯 因為大家 他們都要承認 以前 希臘 都有些聖人的 蘇拉底 赫拉圖 阿里士多德 等等 很多聖人言人 又有很多 是為宗教而犧牲的 就是那些 殉道者 又如何呢 那些呢 都是在等著 是 但是Limbo在等著 那裡不用受罪 是 就是 等待室 是 VIP室 後期室 因為他不是 後期室 因為人 我們現在 日過日 夜過夜 很長時間 但在他們來說 斬殺那跡 是很長的 這個跟佛教一樣 是 佛教是這個概念 是 道教也是這個概念 是 他不是說 人間的時間 又說 日出日落 四季分明 一年又一年 他一殺那 這個殺那 這個字本身 是一個繁文 是印度的觀念 可能就是 我們說 斬了斬眼 可能還被斬了斬眼 一個念頭閃過 更可能短過 這個可能量度 很難用量化來量度 是 最短的時間 是一個觀念 應該有人說 不知道是多少分之幾多秒 我又覺得 這個可能是他猜 但是實際上 又不記得佛經有出過 是一個量度的單位 如果用繁間的時間 去講回佛經裡面的時間 譬如 一劫 一個撒那 用他的時間 這個是很愚蠢的做法 因為根本 那個並不是人間時間的制度 人間時間就是以太陽、地球 公轉、自轉 這樣得出來 是人的經驗 在佛教裡面 不單止是人 如果說深入一點 是一個藍尖布州 是的 藍尖布州 四大州的一個 沒錯 在一個藍尖布州 我們因為看到有日月 其他的星球 也未必看到有日月 是的 這就是佛教所說的 所以在整個大宇宙裡面 根本是很渺小很渺小 這個所謂時間和空間 都是很嚴重的 或者是微不足道的 其實很簡單理解就是 時間是跟你本身的品種 有直接的關係 你什麼品種就是 天人的時間完全不同了 完全不同 但是你看看 如果你是昆蟲也不同 完全不同 牠的一日 牠的一生就是我們的一日 甚至是我們一個小時 是的 所以就跟你是什麼物種 直接的關係 植物也是 動物也是 甚至現在可以推演到細菌 minus也是 牠的生存時間可能是七天 有些病好像我們感冒一樣 七天不治 不是我死他死 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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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不行了 因為他的循環是這麼多 好了 我們說回 就是影響中國 最大的幾個死亡 死亡引致到的鬼 我剛才說了宗教 民間信仰裡面的鬼 你不妨說說佛教 傳來之後 佛教也是鬼的 但是他的鬼 又不同 完全 名字叫鬼 完全 觀念也不同 沒錯 但這一個 我未進入這條題之前 我想收下你的一本書 你有一本書 四官叫地獄池典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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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精彩的 因為裡面就是有說不同的地獄 不同的鬼 不同的書 不同的書 有圖 有圖的 有圖的 在我進入這條題之前 就說一下中國 未受到佛教傳入之前 他們那個死亡的過程 我不是說人真的 哎呀我斷氣了 哎呀兩腳一身那個 那個就是人都是這樣 不管宗教 不管文化 但是他說之後看到的景象 佛教前後是有明顯不同的 是嗎 以前的說法是說 你死了 就是不是首先 要問你 是不是首先要去這個 土地公公 是呀 沒錯了 在門口那個 是 那有個叫土地公公 他呢 住在賊的 是 你要去燒賊 是 就是我死了 是呀 其實那個土地公公 負責是 幫我保護那個土地 裏頭周圍的居民 那你 叫他保護一下朱凱迪 那 洋奸的人呢 那就由他保護 陰奸是另一個的了 所以你要向他報銷 現在我們的土地公公呢 就多數人方便 放在他門口 在門口安放 這個是民間宗教來的 是 但是在鄉村裡 可能呢 土地公公呢 就在外面 有個小屋子的 是的 外面的 那有些是社工 就是整個 社會那就是社會 就是社會 社會就是社會 社會就是社會 社會就是 就是跟 外國的觀念一樣 他在村裡 代表這個社會 社會就是社會 的一個保護神 是地方保護神 要在那裏 先去那裏 有些人 很有趣 很多人以為你的土地和我的土地是一樣的 其實是不同的 沒錯 這是要知道的 這個根據我記得很久了 可能是說漢朝 有一些文獻不要問我為什麼會這樣寫 總之寫什麼呢? 它就說一個土地是管二十五房的 25個號碼就是一個土地 而二十六到五十一又是第二個土地 所以他們就自己看著自己的單位 每個人有自己的土地 玉皇大帝派過來的 但很有趣 你剛才說玉皇大帝 如果是道家的概念 土地公公的仕頭是女人 是林鄭來的 是的 是的 那個叫後土皇帝旗 黃天 後土 沒錯 就是這個概念 後就是皇后的後 對 皇后的後 有皇天和後土 你知道中國是俗男輕女 所謂最大的神 全部都是兒子 只有一個是男性 只有一個是女性 最大的就是後土皇帝旗 我們現在最有什麼時候會見到她呢? 都很少見到她 就是拜山的時候 拜山的墳頭 如果你們的祖先還是土葬的話 你會見到旁邊有個細細的 寫著後土的 那個就要先拜那個先 然後才幫自己的祖先莊香 對 土地公公的仕頭就是女 女仕頭來的 但又很奇怪了 一個人她死了 她跟土地公公說我死了 注冊 注銷了 然後她去哪裡呢? 第二個呢 在一個城市裏面 還有另一個政府機關 城王 對 沒錯 對了 跟你說的最好 因為你很熟悉 我看這本書 不是 你一向都認識的 城王呢 現在我們經常說的城王廟 都求知好簽 城王本來是什麼神呢? 是 本來是那條戶城河 我們有一個城 通常都是有一條戶城河 就是使得 防衛時有著述 那條城河未必一定是 譬如金水河 金水橋也是搬了一條戶城的河 紫禁城裏面就是一條金水河 這個呢 大的城牆裏面 大的城市裏面 都有這樣的設備 有條戶戶城 自己刮出來的 有些是自然在河裏面 譬如廣州城 一個西江 一個北江 一個東江 環鳥住 建了廣州城 這個是天然的偉章 香港沒有 香港是島 不需要 這個圍著那條河 或者是人工 或者是天然的 人們都認為 裡面 是有一個神靈的 這個神靈叫做城王 這個是保護整個城市 一個人 一個好的神 於是那些人 註銷的時候 要報紙給那個區 那個公公廳 另外呢 要報紙給一個大的城市 市的管理人 那個城王 但是這兩個人 在中國的民間裏面 都是由賢者 推舉 讓他們說他做的 尤其是死人 去變的 對 是那個地方的賢人 譬如說 你去過上海城王廟 最多是吃那裡 吃小籠包那裡 吃小籠包那裡 這個城市大醒 有很多賢人 好人 輪流 更多人去找他 是 可能要三個 應酬到這麼大的城市 通常就一個搞定 是 那 報紙給一個城王 給一個城王 這個是第二 城王除了做這些 民間註銷 哪些 文書工作 入境處 還有都是 神判的工作 是 判案 神判的工作 我們不相信 經官動夫 生不入官門 死不入地獄 入衙門是很大的事 為何要入衙門找官 找成門神判 將來我們再說 神判那種 有效的 有效了幾千年 都是用神判 香港最初的時候 那間 荷里活道 文武廟 在清朝的時候 都是做神判的工作 因為他們看到 文武廟裡面 那個是包拯 是 那個文是孔夫子 我們找一集真的可以說一下 這個古人 因為在生活裡面受到不公義 他如何透過這種所謂的迷信 和神話 去幫助他們申訴 這件事的存在是幫忙消…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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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消… 消消消了社會的職員 反而是有社會的作用 絕對有 現在我們覺得很迷信 但由於有冤無路數 他就會用這些方法 但是你這樣 什麼叫迷信 就純粹是看你怎樣對待那件人 不是那個事 譬如我們中國說要拜祖先 很多最初傳教來中國的基督教 都認為是迷信 但是後來有些例如尼瑪豆那些傳教士 是勸教王 就說要承認中國的拜祖先 因為他用另一個觀念去看 另一個觀念就是 中國人拜祖先 是因為他尊敬生命的來源 因為我們沒有祖先 就沒有我們 這件事就是他治癒我們生命 當然 上帝做人 做了下當下巴之後 都要一直繁殖 不是上帝逐個來做你的 要有你的父母 生產了你的 這個生命 治癒你的生命 這個恩典 都要回頭 問回自己的良心去尊敬他 就是孝順父母 這個聖經也有孝順父母 這個其實是一個對祖先的敬仰 所以是跟宗教沒有衝突的 就是地馬鬥當時的看法 後來也不行 後來也說不通 後來也說不通 但如果我們的想法 是開明一點 就成王 或者土地 只不過是一個保護神 你當作保護神 有一件事要保護我們 然後關照我們 看策我們 我們有些事 是想跟別人說 說不通的 有些要向一個超自然力量說 你起碼有一個投訴對象 有一個說的對象 這個世界最糟糕就是 因為以前沒有心理醫生 是的 你知不知道 是啊 如果父母觀貪污 就更加慘 是啊 怎麼會去擊鼓明冤一定會怎樣 還有以前的人沒有法律常識 這件事 是的 也沒有法律超人 沒有的 就算有法律 法律也是為王權服務的 沒錯 就像現在為黨服務一樣 現在也是 不是為公義服務的 好了 去完城王報銷了之後 所以我們說另外一個 一個說我們不在這裏 叫報銷 是 要報銷 要向這兩位大人報銷 是 報銷之後 但會不會路呢 死了怎麼會找到他們 是 你生前呢 都去過的 你家門口 村口 那個 土地工 你也知道在哪裏 知道 這要講回中國人的觀點 三雲七拍 是 這個複雜 這個複雜一點 複雜一點 很多說法 不要理會 我們先說 那個最基本的 好 他說 三雲 那麼雲 就是形而上的 就是靈魂來的 是 拍是形而下的 是一種實力 是一種 能力 能力 我們說 有沒有拍力 那個人 拍的力 就是 你有沒有一個 真的健強的身體 可以做某些事情 或者意志 都是抽象 但都是力量 但是 雲呢 就未必是力量 是一種 好像我們說 靈魂體 這個靈魂體 是 使得你整個人 人之為人 動物 或者昆蟲 或者植物 它的雲 就沒有那麼純正 沒有那麼 pure 所以 它沒有那麼機靈 人 就比較 這個雲 比較 pure 和機靈 我聽過 有個說法 就是說 人是有三雲 是 三個雲 有名的 有的 有的 但是動物 就有兩個 只有兩個雲 而植物 就是一個 而人的三雲 就有一個說法 我們分享一下 大家聽到的版本 如是我聞 就是 人在生的時候 或者你準備投胎的時候 那三個雲 就會凝聚在一起 女兒 不要拆 不要拆 你睡覺不要緊 你儘管睡 不要拆 他就會三個雲 聚在一起 然後 這三個雲 聚在一起 那七拍就跟著你 一抽 進入了一個人 媽媽的身體裡面 他出生的時候 如果 無驚無險 例如 阿媽 托著的時候 不會突然間 見過一隻狗 噢 然後整個人彈起 有沒有野貓跳過 他的肚子 對 嚇到 泥都趕走 全部散起 散打 散 然後 嬜嬰兒出來 痾痾外味 又龍又牙 所以大祖母 也不能拿一點 掌刀 也不能踏高 也不能嚇inated 樓裝修也有問題 因為擔心拍攝會散開 對,對 這個對的 說回三文 這個人是萬物之靈 所以他的文是比較靈的 靈不是靈那麼簡單 還有他的感受是敏感很多、迅速很多 在再生的時候 這些就是他的思考、品格 人的人品 還有他的體會 這些都是三文操縱幫忙 死了之後 這三個文會分別去不同的地方 一個就是去了神主牌 是 你聽過嗎? 聽過 近時一個人死了 撞了之後 他就要製造神主牌 要找一個人的家主 跟他點主 因為神主牌的主 就送了一個點 點也要靈 把他放上神台 在廣州也見過神台 神台真的高高在上 在大廳的角仔 有一個打滑 好像你們的書 現在的書架上高 一個這樣的地方 就把歷代祖先 供奉 供奉 要製製 要製製 例如燒肉 雞 要補上去 甚至乎 他們生神 死忌 都一定要做足 很忙 很忙 一年 你不是以為有很多時候症 不是很多時候症 那些媳婦也很辛苦 很慘 很慘 又要被家伙欺負 很慘 那就一袋一袋 到她做家伙 就是到她的媳婦擠 報仇地報 對 一個魂去了那裡 一個魂 這個魂有一個意義 她說原來這個不是鬼魂 這是等於 保護 對 那個屋主的祖先 仍然跟我們一起住 是 盯著他們 對 仍然保護著我們 兼 我們 因為是一家人 所以 經常要吃東西 要做專長領 要先吃 所以要裝香味才能吃飯 是 所以 這個就是 一個 尊崇祖先的文化 這是中國特幼 嗯嗯嗯 也體會到一個 中國人以孝順 尊崇祖先 對生命來源的敬畏 嗯 這和我分享一個 很荒謬的新聞 這個荒謬的新聞 你可能聽我說過 在台灣 嗯 就是有五兄弟姊妹 嗯 你知道台灣從來都沒有什麼一系政策 嗯 你生幾多個都可以 就是五兄弟 嗯 媽媽健在 爸爸就過了生了 嗯 爸爸過了生 沒有一個兄弟想搞 就是那個喪葬啊 事務 不想理會 覺得很煩 這樣 尤其是老大 就說 喂我沒有錢啊大哥 不要讓我搞 爸爸什麼神主牌 不要啊 你們供奉 這樣 那麼阿大不要給阿二 阿二不要給阿三 阿三不要給阿四 這樣 阿四也不要 就扔了給阿小仔 喔 阿拉仔 那阿拉仔就好了 這樣 他都是我爸爸來的 我都要供奉他 這樣 就帶了爸爸的神主牌回去 這樣 一四個哥哥都不要嘛 那阿小仔就天天裝香 裝香 啊 居然不消幾年 又不知道為什麼 這麼神奇 又不知道為什麼 這麼巧 很發財 這樣 變了突然之間 啊幾年之間 老爸保佑 啊幾億身家 這樣 然後呢 那四個哥呢 就開始覺得 哎呀 一定是老爸保佑他 令到他一帆風順 這樣 這個時候呢 阿媽就中了風 阿媽就病危了 這樣 然後四個哥哥呢 就在搶阿媽 那個神主牌 一個媽都沒有死 先搶停 這個是新聞來的 真的 真的是新聞來的 究竟誰搶到 沒有人知道 因為他們告到上法庭 哎呀 搶神主牌 那個老公還沒死 在醫院裡 被擊死 那就真的是新聞來的 提早給神主牌 真的新聞 那就真是新聞 很正啊這個 對 很公利 很臭陋的 很臭陋的 是的 一個呢 就會去了一個墳墓 墳墓呢 墳墓呢 那個墳墓那裏呢 一樣有這個家主 或者這個人的名字 這個呢 也代表他去了這個墳墓 另外一個去哪裡呢 另外一個呢 還有一個啊 就下了去下面等的 是啊 沒錯 懂的 真的懂的 那個呢 就是投胎 因為呢 還沒投胎 排期 排期 就是在等 在等公屋 在等公屋 那不是那麼容易 啊 說到投胎呢 就由你講了 有排等 約了講講給大家聽 好啊 那三個雲呢 就是一策為三 剛才說的 就俗稱天地人魂逆魂 是的 天魂呢 就下了去等公屋 等啊等啊等 這樣就中了 跟著那個地魂呢 就黏著腹骨的 腹骨呢 你是土壯的 它就在那個墳墓裏面 是啊 所以你去拜它 它很開心的啊 它知道 它黏了在那裏 那麼它最多 跟隔壁那兩位聊聊天 那樣子 那所以呢 拜生的時候呢 你知道嗎 你也要留意到呢 它們很出一塊碑 上面擺了一塊小石仔 是啊 有些彩色的紙呢 這個就是用來曬命的 我的子孫又來探摩了 這樣 是的 跟著另一個人魂呢 如果現在的人 喜歡做神豬牌那些呢 就傳說就是因為沒有神豬牌 很多就變成孤雲野鬼 是啊 就在街上飄 找叉燒 燒鴨奶 是啊 沒錯 沒有人餵他吃飯 是啊 沒有人供奉 一會兒我要講 因為今天講不完 一會兒要講過 聽眾 如果你們喜歡我們的話題 你們要給我們反應 知道嗎 你們的反應包括是留言 包括是分享我們的帖 或者你怎麼唱都可以 你可以說 講佛教的 講回教的 或者講基督教的 或者比較的 基督教比較的 或者你想講外星銀 想講神秘事件 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說 然後不同的問題 我們不懂得找專家來跟你說 是 不懂得我們搜尋 自己變專家都可以 不是 我找真的研究的專家 都單上來跟你說 好 你講的那個 就是等時候的那個人魂 是 人的那個魂魄 是 等到合適時候 就轉胎了 是 陳大文到你了 是 一轉就會化為另外一個人 那時候在兔頭 又是有個三魂 那時候媽媽和女兒已經安排了 是 有另一個新的三魂七魄出現 一樣又不能被黑貓跳過 是 又不能被嚇壞了 柏呢 因為它是軸一點的 雲是清的 上升 那麼 中國的 這個 民間的傳說裏面 就說 柏呢 就一死之後就散了 散了 散了 那麼你剛才說了 就是 他未死之後就散了 這樣引致到 他可能有缺陷 是 就不知道哪裏缺陷 我聽過一個版本 就是一個男子 他跑去被人算命 那麼那個算命佬就說 嗯 怎麼看 你都不應該是你現在這樣的 但是大家想不到他想說什麼 什麼叫怎麼看都不像你現在這樣 是嗎 是嗎 靚靚仔仔 然後家裏又生意做得很好 嗯 然後他又斯斯文文 什麼叫做不像你現在這樣 哦 原來那個男子是亂的 嗯 然後說命佬就說 怎麼看都不像 嗯 一定是你媽媽生你的時候 出了什麼差錯 令到你的魂拍不齊 嗯 所以你就變成了不喜歡女生 哦 可能是 都可能會說得通的 這個呢 我不清楚 算命佬的說法 沒錯 好啊 又說回剛才 頭胎的觀念 好啊 頭胎的觀念 最早都是來自印度的地方 嗯 印度最早的宗教是婆羅門 是 不是佛教 有佛祖出來的就是佛教 是 婆羅門呢 這個呢 隨著阿里安人呢 嗯 由北邊 是 現在考據呢 就說阿里安人呢 最早是由高加索身上 高加索 是 慢慢地 一代一代移下來 嗯 現在叫東南半島 嗯 就是東亞 東亞的印度 巴基斯坦 甚至乎 現在其實呢 那個 阿特里班 阿特里班 那個 阿特里班 和波斯 都是他們的同種 同民同種的人 不過呢 分開了 阿里安人呢 有些呢 是去了 那邊 有些下來了印度 印度 印度這邊就是 現在印度的巴基斯坦 石蘭 石蘭呢 有少少不同 石蘭呢 有些是混了 他最早 在印度南邊 或印度大陸裏面 原來的 原居民 原居民 那些人呢 自從阿里安人下來了之後 有分開四個總性 四個總性之後呢 最後這一種被征服者呢 是沒有總性的 是最卑微 從事最髒 骯髒 最厭惡性 工作的人 例如 執屍 燒屍 或者 逃訓 或者 掘河 掘淤 這些人呢 是不能夠跟 總性的 四個總性 四個總性 最後的那些已經很慘了 已經是做牛做豬 這樣 更差了 連影子都不能夠碰到 是 影子碰到的都是犯罪的 更加不能夠充分 是 所以呢 這個呢 在佛祖 四個總性的制度裏面 佛祖呢 這個真是大的覺悟者 真是不一定 他自己是 沙特利人 是 他第二個總性 是一個很高級的 王族 正泛王王子 他是沒有事 沒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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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王族 即是說 現在是 Moral Family 他是一個 一出生 就含著 金鎖匙出生的人 是 完全 在他周圍的環境裏面 是很崇高的 尤其他 皇帝的地位 他將會 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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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繼 老王 所得到的 統治權 但是 他是一個 覺悟者 他 離家 是偷出來的 你 撇開了老婆 撇開了兒子 撇開了兒子 你 走出來 做一個 折者 折人 來救世 那些人格的偉大 現在說出來 都不信 這個是 這麼多宗教裏面 是難能可貴的一個人 一個這樣的教主 他不是為了權力 不是為了金錢 又不是為了其他 他純粹是為了他的理想 他的看法 他是特權階級 但是他居然要求平等 他居然要求所有人 都得到同樣的待遇 是的 所以他對這個 婆羅門 那時候 是一個 反動 很大的反動 但是婆羅門 一樣有他的輪迴的思說 但是 那時候的輪迴只有三個人 沒錯 以及輪迴主理的人 就是梵天 不是自己 佛祖說的那個 因為他說 人死後 他去六道輪迴 再重新來過 是因為你以前 那一輩子 你做過什麼 我們現在叫做業 業 業就是業 業力 業力 你以前做過什麼 現在 因為你的業力 做得好 你可能 OK 你做人 更可能做天人 如果你根本 已經撒脫到 可以直接成佛 你根本就不用輪迴了 要超脫了輪迴 輪迴其實是苦 絕對 很痛苦 即使你去到天人 也是苦 因為天人經常打架 天人不是自己和自己打 是天人被人打 被人打 被人打 阿修羅和修羅打到七彩 打到七彩 打到七彩 打到救命 有一個說法 為什麼現在的世界這麼亂 就是因為現在進入了阿修羅的時代 阿修羅時代 進入了阿修羅時代 阿修羅是怎樣 得到她的歡愉和快樂 是的 女性是很漂亮的 但是很妒忌 一個男性的阿修羅 就不讓女性阿修羅的身體展現 美態不准的 要收起來 大家想想 有沒有想到一個宗教好像是這樣 是的 是的 而這個宗教他們主張的東西 又很像阿修羅的行為 對 他們要組裝的 要組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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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說是阿修羅時代 就是阿修羅時代 天人的力量衰減 天人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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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臨死的時候 天人本身是很力量的 叫做很有力量的 他們都可以制衡到阿修羅 雖然力量上不夠她抽 但是她有很多神通 是 所以那班阿修羅都被她玩殘 那你就不要搞我 大家都喝水不飯井水 但是始終 就是天人是前方來的 是 處於優勢 但是由於現在天人的力量不夠 天人就衰微 衰微 就變成阿修羅抬頭 就進入了阿修羅時代 那就會怎樣呢 他就會將整個世界 陷入一個戰亂狀態 是不斷的戰時 連綿不絕的 也不是局部地區城 而是大規模 大規模的 屠殺 屠殺 還有就是這個 有一個特點 就是你自古以來 自古以來都是這樣打的 以前中世紀打得不厲害嗎 這樣 你也說得對 不過那個分別是什麼 中世紀這種打 是天人的宗教 互相打 如果你從一個宗教角度 天主教是天人的宗教 印度教也是天人的宗教 然後波斯教 拜火教也是天人的宗教 都是 他們自己 只不過是山頭不同 大家在抽 但是現在的分別 為什麼是阿修羅時代的出現呢 就是阿修羅 去取代天人的宗教 他逐個逐個去滅 譬如 伊斯蘭教 我們叫伊斯蘭教 即是阿修羅的宗教 走去打其他天人的宗教 毀滅譬如歐洲 歐洲的天主教文明 歐洲的天主教文明 他會把其他所有宗教視為敵人 因為對他來說其他所有宗教 都是天人的宗教 他就是要他自己的阿修羅宗教 取代 很嚴重的 很恐怖 當然 六道循迴 後面還有下三道 下三道就是 你完全在做人的時候 真的失策 你的業已經去到一個很頑皮的地方 你自己正式自己 我們說 入到地獄道 我們將來再講 他不是只有鬼來的 他是入到地獄道 他有肉身受苦的 在佛教來說 但是我們集中講講 因為前幾段時間是燒衣 燒衣就是那些叫餓鬼道 餓鬼道的極 我們今天講鬼 餓鬼道的鬼 跟一般的鬼不同 這個佛教的形容 餓鬼道的鬼 很可怕 因為他 怎樣會餓呢 因為他的喉嚨吞食 是一條小小的管 是 針孔 針孔那麼低的管 根本是吞不到東西 第二 他的肚子 脹得很厲害 不知道是生殖 什麼鬼 很可憐的一個比喻 你見到奧塞俄比亞 對 沒錯 那種很瘦的小朋友 就是這樣 全身都是皮包骨 但是肚子就很大 發股脹 發股脹 這個當然是很慘 但是我們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 其實六道輪迴 在人間都見到生殖 對 就是了 人間就是地獄 人間就是天堂 人間就是地獄 人間就是地獄 人間就是餓鬼道 人間就是餓鬼道 你看到 阿塞俄比亞那些難民的小孩子 或者達成人 就是餓鬼道 很清楚 看到餓鬼道 這個不是現在 因為見到阿塞俄比亞 或者非洲某些 很受苦 或者貧窮 或者顏外人 寫的 佛經一直都寫了 寫定在這裏 不過現在正在對照 你會發現 原來真有其事 真有其人 這些人還有一件事 很可憐 他口中噴火 在佛經裡有說 為什麼噴火 就是他裡面燒得很厲害 是 熱量使得 他很熱 很辛苦 很口渴 很肚餓 但吃不到東西 吃不到東西 喝不到水 喝不到水 就算他的子孫很孝順 家裡有神主牌給他 甚至農曆七月 盡量燒 盡量燒 連iPhone7也燒了 就是iPhone7 我們都沒用到的 都給他了 所有大排炎植 由鴨和豬 都放在那裏 但吃不到 但是餓鬼很有趣 餓鬼 我們說的光譜 現在是政治光譜 但是我們也說的 餓鬼的光譜很闊 很闊 有一些我們叫做小財鬼 叫做小財鬼 就是那些最慘之一 就是怎樣呢 就是剛才說的 他什麼都吃不到 就算他親生子女 放在他面前 他都吃不到 因為他的業力驅使 令到他是不能夠享受到 但也都有多財鬼 那個可以了 那個可以了 那些甚至 如果他生前有做好事 但是他又不幸做了餓鬼 他進去這個輪迴這裏 是 但為什麼有做好事 又會做餓鬼 很矛盾 你說的 不矛盾 為什麼呢 他有做好事 但是同時 他都可以很沽寒 是的 或者他也有一些大的壞事 也有做過 是的 有時候有些好心做壞事 是的 很多人是這樣 這個其實辯證地說 是很合情理的 合現實的 人也會這樣 可能會做了很多 害死很多人 害到很多人 家破人亡的事 但是某些程度來說 他又很孝心 對某些捐贈也好 所以他都是多財鬼 是的 譬如有些人這樣 他是很願意幫人的 很容易捐錢的 我們香港也有些很出名的有錢人 是這樣的 捐學校 什麼都有 什麼醫院 但是他可能對自己很節儉 是的 他吃飯只喜歡一碗白粥 加酸菜 加豆腐魚 我們說是很面對 很面對 很面對 是很孤寒的 對自己 但是你其他宗教網絡 就覺得沒問題 你節儉是好 但是 中國人經常提張折劍 大富有天小富有劍 但如果在佛教的因果角度來說 就很嚴重 因為這一種慳 叫做慳貪 對財物的執著 不論是不捨得給人 還是不捨得給自己 都是的 他都會有不同程度的果報 是的 我們剛才說 如果某位大富翁 大善長 大善長 他很肯給人 但不肯給自己 他可能有機會 成為一個多才鬼 是的 那他怎樣做呢 就是他住了一個大力鬼王 很有力量的 很厲害的 很多鬼要叫他頭 但是呢 他都在餓鬼道裏面 是 他吃到東西 是的 他有力量 但他都吃到東西 在佛教來說 就是說 在佛教有很多這樣的鬼 就是呢 就是說 你剛才說 他沒有人制製 那些 就變成了游魂野鬼 是的 他不知道怎樣 他沒有阿智超渡 也沒有阿智排隊 我們剛才說要排隊 找不到排隊去註冊 你知道他沒有Google Map 沒有Google 他四圍 有些恐慌很害怕 他恐慌去輪迴 於是他躲起來了 深山大野嶺 在一些陰暗的地方 躲藏 但這種鬼呢 就不是我日常說 見到那種出來面目可憎 他是不敢見人的 人都不敢見人 他見到有光啊 或者有些正氣的地方 有很多陽性的地方 他都要迴避 即是野鬼 是的 現在我們因為 透過小說 或者透過電影電視媒介 我們一說鬼 中國的鬼感受 就是很陰森 他的樣子很噁心 但實際上 在佛教來說 有很多鬼是很怕人的 他什麼都怕 他是怕光啊 怕陽氣啊 他是躲起來的 躲起來的 躲起來的地方 他只能夠永遠 受這個在陰暗啊 或是髒的地方生存 他很難得到一個解決 除非真的有人超渡 包括剛才所說的餓鬼 餓鬼 其實你說的那些 躲起來很黑暗的地方 那些鬼 都是餓鬼的幾種 哭到餓鬼道 全部都是餓鬼道 只不過 他又是說那句 光譜很寬 他有很多不同的鬼 是的 我們俗稱那些鬼 在佛教的眼中 就是餓鬼道的鬼 是的 他唯有靠什麼呢 因為他的生命太長 你死了幾代子孫 他都還在 他唯有靠什麼呢 就靠自己的子孫 幫他做功德 希望 有些如果沒有 更慘 找不回 如果你佛教的角度是這樣 而他的子孫 不是相信佛教 不幫他做 他就很可憐 他吃就吃不到 他又沒辦法投胎 他生命很長 他一直受苦 在佛教的說 他一死了之後 他最後的責任 就是他自己的旅程 就是要去投胎 如果他不投胎 是很痛苦的事 立到巡迴 你走去 就算投胎做昆蟲 或者蟑螂 浮遊 他都會去一段 投胎的面目 他的生活 但如果沒有 就很可憐 他就永遠沒有一個 解脫 所謂解脫的問題 所以有些電影 他跟他解脫了 超渡了他 或者將他帶出了 到六道巡迴裏面 讓他重新再投胎 未必投胎 就算投胎 都比現在 吊吊吊 沒著落 卡住了 卡住了 卡住了就是鬼 如果他已經做了惡鬼 佛教有些辦法 去幫他 例如是怎樣 例如有一個 中國佛教也有 西藏佛教更加流行 就是什麼呢 中國叫蒙山獅食 什麼蒙 蒙是蒙古的蒙 如果在西藏佛教 就叫做煙貢 一個香氣的煙 貢就是貢品的貢 煙貢 什麼意思呢 他就是令到一些食物 如果我講藏傳佛教的做法 他將三白三甜 就是將牛奶 蜜糖 餅乾 穀物 這些 將它磨成粉 然後就點了它 這樣是不是有香味 有煙的 就請他們來吃 請那些餓鬼 你說我好怕鬼 我還請他們來吃 為什麼呢 其實他在佛教的角度不會害你 在佛教的角度 佛教的角度就說你要慈悲 他在等你救 為什麼要害你 他在等你去救 還手 是你還了他的手 如果有人派錢給你 你會不會害他 老公實實 不會 你天天來問他 今天不夠時候說 為什麼有些鬼 會害人 有原因的 下次我們再說 因為你欠了他 你要還給他 沒錯 沒錯 但是如果你欠的 不只是欠鬼 你欠人也可以 沒錯 但是這一種就是 你做這種煙貢 如果生物中的 很多是天天都做的 就是開派對啦 吃飯啦 施捨 對 很多 成千上萬的鬼 就會來吃 吃 然後他們很感激你 很開心 然後他們就走 你會覺得自己 很好 我又做了一個派飯 這樣 這個呢 說不像你那時候派飯一樣 對 我派給別人 不過 你還債的方法 亦都是你報親恩的方法 亦是你作你的業的一種 對 一種善業 沒錯 幫到他手 讓他起碼 在投胎之前 有溫飽 有溫飽 沒錯 下次我們再說 為什麼要用煙 有原因的 是 下一集我就不在 下一集我們等你回來再說 OK 拜拜